我这个对美术的爱好是女生俱来的 既不是受谁的影响也没有教师 可以说还不懂事就爱上这个很大 到现在已经我今年七十二岁多了 但是就没有停过手 就一直对这个始终是坚持不渝的热爱这个事情 它就变成我生命的一个部分 黎江画派促进会会长黄格胜创作的中国画黎江百里图 曾作为国礼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赠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 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同时他还曾应邀到美国举办学术演讲会 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讲解中国画文化的中国画家 面对多元文化格局 如何将中国画这门独特艺术共享于世界 让更多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笔墨精神 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呢 日前黄格胜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中国很多东西就跟文化都是结合的 包括饮食啊宗教啊这都是与文化有关系的 美术应该是文化的一个不是最大的门类 但是它属于文化的一个部分 它必须要跟文化其他的门类要有所结合 特别是文学啊书法啊这个加上中国画 这个是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一种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和表达形成作品 黄格胜介绍中国画蕴藏着深厚的文学书法 历史哲学 政治社会学功底 彰显着中国文化气度 它能展示中华历史长河中 各时代特征和风光 凝聚着民族智慧 性格 亲礼 气质 谈到黎江百里图 黄格胜对记者说 黎江百里图的创作成功是意料之外的偶然 但也是一种必然 我是当时中国地理厨房社 要我用中国画的形式表现泥江的旅游图 结果就启发了我想法的产生 前后做了三年的准备 先是去看 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然后就写生 通过这么几年的准备时间 我就创作了这个两百米长的黎江百里图 为这个工作 我画了上千幅的写生 大概上下黎江 以各种方式 包括步行 骑自行车 坐船 各种方式 大概到黎江 仿佛几十次的来回 对黎江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才开始创作 黎江百里图创作完成后 产生了很大影响力 黄格胜认为 黎江百里图能作为国理 开展文化交流 首先在于桂林山水 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很高 其次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速 西方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了解的兴趣 日益浓厚 第一 桂林山水 黎江在世界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在国外都有人问到 广西在黎江的什么地方 桂林的什么地方 所以黎江对外国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这个也是中国在发达到一定地位的时候 他们对中国 包括中国艺术 中国风光 中国作品的看法是有改变的 到后来中国发展到后面一定时候 他们对中国话有了新的理解 就是与整个国力的强弱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20世纪以西画改造中国画之风出现 西方素描一度代替中国画祭道合一的基本功训练 一些画家甚至提出中国画应该用西画来改造 黄格胜也曾犹豫是用西方抽象的方式表达离江 还是传统具象写实的方式来展现 经过考虑他仍然选择了后者 在黄格胜看来 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 中国画发展有相对稳定的运行模式和节奏 不应该随西方人的喜好而改变轨迹 中国画也有画一些抽象的 但是中国画主要还是从传统中继承下来 更加完美 更加深入 变成自己的一种国粹式的艺术创作 所以这个不能互相取代 但是可以互相影响 可以互相学习 黄格胜说 美术是无国界的语言 推进国际美术交流可以传达中国善意 化解物读 广西与东盟地缘相近 人文相通 离江画派正努力打造国际知名艺术品牌 推动广西与以东盟为重点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 先生侦明 eder你 先生侦明 先生侦明 先生 先生 和男 cupcake